哈啰大家 與這次的一個人旅行的來到了 湖河 我現在到中... 周穿端站的 然後外面直接是這個大下雪 我剛剛去進便利商店買了一個雲山 然後我現在想要去一個我找好的咖啡廳吃飯 休息一下 然後因為今天太冷了 加上我本來就也想說 安排今天的行程要去逛街 那我剛剛從機場站到這裡 才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就他們機場真的是離市中心超級近的 完全沒有在機場的感覺 好冷喔 OMG 走到外面就覺得美 超冷啊 因為這裡是那個橋啊 風好不大 天啊怎麼超暴冷的 我把雨傘一度掀開就不成了 然後這邊 看起來是個聖誕市集還是今天下雪 整個椅子都濕了 我要先來這家吃個東西 我點了兩個 就是這種很歐式的麵包 我現在進來一間麵包咖啡廳 這是我來之前就先做好功課的 就是我有查這間還蠻有名的 這是塔北肉骨上面的百名店 然後這家是有一點 我剛剛看店內有點那種歐洲 歐式麵包的感覺 而且裡面超可愛的 可是我沒有想到這些麵包咖啡廳 它的座位蠻少的 那我現在人是坐在外面 而且有點下雪的關係 所以外面人沒有那麼的多 然後呢我剛剛就點了拿鐵盒 還有麵包 我邊吃邊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來福岡好了 其實像我剛剛從福岡機場到這裡 這裡是中州川端 就是比較熱鬧的地方 或是多多 他們搭地鐵只要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到了 超級近的 所以我就想說 我這次來的時間沒有很多 我這次只來兩天一夜 福岡就是一個蠻適合短短兩三天旅遊的地方 因為它的景點都很近 然後逛街的地方也都很集中 不會像其他地方可能很大 或者很多地方可以跑 然後像這裡比較有名的 像是薏蘭拉麵 是這裡的 這裡發源的 我剛剛就有經過薏蘭拉麵原本的中本店 明太子的食物也蠻有名的 還有像牛長鍋 今天唯一的缺點就是外面天氣超差的 下大雪 所以我今天的行程應該主要會待在室內 再加上我這次來的時候 行李不想帶太多 所以我只有我身上這一套衣服 我就沒有再額外帶一套換洗衣物 所以我今天就是來 shopping 來福岡 shopping 我已經列好幾個我想逛的地方 而且大家知道嗎 就是其實很多品牌店 除了東京大阪有店之外 第三個選擇就是福岡 所以很多例如像 TODAYFOR在福岡也有店面 在冠山那邊很有名的那個HEADY 賣二手精品的 在福岡也有店面 所以我今天可能會在這附近逛逛街 這樣子 我現在來到帕魯口 來逛福岡天神身邊的帕魯口 我現在呢進來福岡的帕魯口了 因為我有稍微查一下做功課 福岡這附近有什麼好逛的 第一個就是我想說會逛一個這種白貨 這裡白貨比較大的就是在天神這邊的帕魯口 然後這裡還有天神地下街 都是在附近而已 所以我今天的行程應該就會逛這個附近 然後福岡的帕魯口呢 它的品牌選擇很多 總共有150家以上的店面 是很適合我覺得一家大小來旅遊逛街的話 不管是男女生又或是小朋友 都買得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而且由於福岡帕魯口 它是跟地鐵直接相接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逛街上面的那個動線選擇也很方便 福岡帕魯口有分本館和新館 然後我現在人在本館 等一下逛完本館再去逛新館 本館現在這個Amy 我很有興趣 去逛逛看 Amy的話算是比較中高單價的品牌 然後他們家的衣服除了比較休閒 結合一些像是這種小設計感之外 他們Amy還很常跟球鞋聯名 像我之前有買過Amy跟Onisuka Tiger聯名的鞋子 因為Amy的顏色啊 他們都是比較這種奶茶色系 所以像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可能Puma 又或是例如New Balance的鞋子 他們平常可能不會出這種奶茶色系 可是在這裡就可以看到奶茶色系的聯名鞋 這個圍巾也超可愛的 我發現來這種很冷的地方的時候 這種尾巾帽 手套都超需要 我等一下要買 一定要買一個走 還有我剛剛看到這個 外套也很可愛 這樣子 因為我做這種大口袋 我覺得比較軍裝感一點 也是超可愛的 現在前往下一家逛街 我剛剛逛完那邊的那個Amy之後 我看到同一層樓 還有一個我很有興趣的品牌 是Sea Room Link 我之前在東京有逛過 可是因為他們的店鋪沒那麼多 然後我看到這裡也有 所以我想說來逛一下 其實這個牌子 這個我平常 我之前只有在新宿Rumine逛過 可是他們Rumine的店鋪也是比較小 可是這裡的店面很寬敞欸 非常大一個 這裡逛起來整個非常舒適的感覺 然後這個Sea Room Link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衣服風格 有一點甜美結合 那種度假休閒的感覺 有這種基本款的單品 可是像是也有一些 休閒風的大學廳 然後像他們之前 夏天的時候 會出很浪漫的那種洋裝 你們看這邊的外套 顏色都超可愛的 粉色 這是經典的米白 粉色黑色 還有像毛衣 而且他們也出好多個顏色喔 都是這種馬卡龍色系 我覺得他們家真的都非常多 這種馬卡龍色系的 粉色的外套 剛剛試穿的外套 其實他目前沒有看到喜歡的 我們先去下一間繼續逛 我現在往新館這邊走 這邊也有很多 我有興趣的品牌 我現在來到新館 然後我看到後面有Flick Store 本來在東京也很愛逛 而且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逛的店 然後這一家就是比較休閒一點 價位也會比較親民一點 他們這個包包也超級可愛的 Outdoor 可是又有點結合這種 和夜邊的元素 這我之前就很常看到 IG上面有人背 我就覺得超可愛的 推薦大家來Flick Store的話 可以買這個 他們跟Souncing 合作的牛仔褲 這個我之前買過 就是他們這個別注款 都很好穿 而且很修飾 這邊是Flick Store的各種 大雪梯和帽梯們 他們家的大雪梯 衛衣這種 我也很推薦 就是很多種種 有點復古的款式 然後男生女生也都有 我之前有買過他們跟Callman 合作的款式 我剛拿了一個這個毛毛背心 泰迪熊背心 它是長版的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欸 剛剛逛完Flick Store了 然後 我現在要去到 往下 往下逛逛看 這個新館可能比較 中性一點的風格 還有Holly 之類的 其實蠻多 知名大的日系品牌 這裡都有 然後二樓的話有 大家來日本一定要逛的Beans 就算我 不管去哪裡都有Beans可以逛 可是我每次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還是會去逛Beans 這裡 去看看 去看看最近有什麼新東西 對了 Beans也是非常的大間 你們看從這邊 一直延伸延伸 延伸到那裡 一整排都是Beans的 看起來有沒有最新品 你們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每一家都有這種 毛茸茸的針織外套 針織罩 然後Beans 今年還有出這種 有點像 裙子結合褲子的款式 像這樣子 這裡還有 進Toga的 飾品 他們在別一間Beans 沒有看過 來跟大家推薦 想買內搭的人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 比較高彩度顏色的話 Beans的 非常可以買 穿起來超舒服 而且很顯瘦 我之前買了一件藍色的 我覺得非常 襯服色 然後 它還有 黃綠 白 粉 我有一點想買個 綠色 我現在試戴這個手套 好可愛喔 今年好流行 這種欸 就是跟一般手套不一樣 它把它上層做層 這種毛毛感 而且因為它手指還是有露出一點 比較好做實 剛好顏色也比較好配 這種灰色系 我等一下可以直接戴 我的Beans戰利品 小小戰利品 然後我剛發現 Beans隔壁有一個 我最近 蠻喜歡的品牌 叫 Adam Lope 就是我之前有買過一個 他們那個兩川式的背心 我來順便逛一下他們的店 他們的風格比較偏 都會 知性 上班族的風格一點 但是也蠻多 我的菜的 它乍看會覺得比較 成熟一點點 可是我之前有買過蠻喜歡的單品 所以 現在有經過他們的櫃 我都會來逛 你們看他們的白色外套都超可愛的 首先是這個 這個拼機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 每一件 啊這個應該是兩川的 它在反面是長這樣 我覺得他們家很會設計兩川或三川的衣服 因為我之前買的背心就是這樣 再來一下裡面這個 這件好可愛喔 我試了一件這個連繩裙 哇 實穿更好看耶 我現在裡面沒有脫掉 但在脫 就這樣子 意外的非常的輕膚 好好看喔 另一套是這個毛衣 嗯 好像實穿有點還好 配一個皮裙 配一個皮裙 好姊姊風喔 我還比較喜歡剛剛那一件 買了這件梁包 最後呢 來逛一下這個 Urban Research 就是我每次經過他們的店都一定會逛 然後裡面有男裝有女裝 也有一些小雜貨 美容用品等等的 首先你們看看這個花包裙也太可愛了吧 軍裝感的花包裙 哇 它下擺超可愛的耶 這個 搭配一個短板毛衣就很好看 然後呢 來看看裡面 喔 又再度出現這種毛茸茸上衣 還有 剛剛我有注意到它這個紅色毛衣非常好看 這個鮮豔的紅色 我現在整個直接逛到的 我都可以直接先去check-in飯店了 所以 再加上現在東西有點多 我就決定直接check-in 我的飯店就在帕魯口附近 所以 走路是大概11分鐘 可是我不確定 現在外面天氣狀況如何 如果太差的話 我在叫這輛車 如果還ok的話 我就直接走過去 這次住的飯店 Plaza Hotel 天津 今天的飯店 一般的商務飯店 跟我之前 住的某一間好像 這格局根本一模模一樣一樣 只有一個小床 然後 這樣 好 現在放完行李了 然後直接戴上剛剛買的帽子 因為剛剛我的頭被吹得好痛啊 還有我的手套 然後我現在要回去天神 逛天神地下街 我從今天中午左右啊到福岡到現在的感覺是 這邊的韓國人好多喔 因為我也是對你才知道 好像福岡跟韓國福山離很近 然後這裡的遊客呢 比起 講中文的人來說 韓國人更多一點 天神地下街 聽說天神地下街呢 非常長一條 人家做影片啊 都是去什麼什麼福岡 報吃 然後我則是到了每個地方都可以 報買 這裡做的蠻有氛圍的耶 我覺得鏡頭裡面看比較還好 可是實際來這裡看會覺得有一種 就是你們看這種木頭地板 有點古色古香的感覺 想買襪子的話 這裡也有雪下屋喔 這裡也有阿滋嚕 但店鋪比較小一點 你們看這個天神地下街有多長 這真的可以逛一整天耶 然後再加上樓上的百貨公司 還有像吃的也有 我現在出來了 地下街其實 嗯 跟我想像中差不多 我覺得它 大家可以想像成 放大兩三倍的精湛地下街的感覺 因為它真的很長 然後 店鋪很多 可是我 我比較還好 然後我現在想要走路去中州 屋台那邊 其實中州就是我今天中午吃麵包那個附近 然後再走回去 其實也可以搭車 可是因為搭車和走路時間好像差不多 這樣轉來轉去差不多 我想要享受一下我剛接到的感覺 所以我決定慢慢走路過去 我現在開始看到有一些屋台了 正在擺出來當中 好像還沒開始 現在可能還很早 好 我再多晃晃 現在好像太早了 幾乎什麼都還沒開 我決定現在先轉移正地 我要去一個 我有存起來在附近的 明太子鰻魚飯 好像說一般來說 可能要預約 不過我去碰碰運氣 看一個人能不能夠吃得到 一個人有時候就是 可能不用預約店 突然有 偶爾有位置的話 就可以直接吃 所以這一點就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看現在 屋台他們都還在準備 而且還沒有客人 這個應該是越晚越熱鬧的 沒錯 夜市也就是這樣子 像台灣的夜市的感覺 我的鰻魚飯來了 開箱開蓋儀式 靜音剔透的明太子 想到我上次一個人旅行 也是吃鰻魚飯 這邊有 湯 他的那個 類似湯炒泡飯 首先第一種吃法 就是一樣可以單吃 然後再來是 加這個配料全部加進去 然後最後也可以變成炒泡飯 一起吃 然後這邊有他的配料 這樣子 很好吃喔 這家BOOGLE評價4.7 就高興 4.7 我上次在京都吃的是白鰻魚 這次就是一般的烤鰻魚 然後搭配 多多的明太子 這單吃就很好吃耶 攪拌 好喝喔 喔 變得層次感很豐富 塞狗 然後我現在加一下這個 變成茶泡飯來吃 滿滿的鰻魚精華 滿滿的鰻魚精華 吃飽啦 非常之滿足 而且鰻魚飯真的是唯一一個 就是我可以把整碗白飯 八光的 的料理 因為我平常 就是飯這個品項 我通常吃的很少 就算去吃什麼牛丼丼飯 我都點最少量的飯 可是鰻魚飯我都點普通 就是正常份量的飯 我可以整個吃完 然後這一家的鰻魚飯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 跟我之前在京都吃的鰻魚飯 感覺是 完全不同層次 就是每一家都 每一家自己獨特的味道 我現在走過來這裡 就是博多運河城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Mall之類的 哇這裡的景點真的都好近喔 我直接從飯店就可以 趴趴趴走完這附近 全部熱鬧的地方 大部分啦 這裡我覺得有一點點像台場的感覺 我現在改來到 這個算 藥院嗎 福岡藥院 這裡有一間 TODAYFUL的店 嗯 我很厲害吧 來這裡都可以找到 TODAYFUL的店 因為TODAYFUL的店面真的不多 全日本就只有三間 然後 一間在東京 有一間我就忘記在哪裡 還有一間就是在福岡 所以來看看吧 大家來福岡還是有很多好逛的 我現在在走回我飯店的路上 發現這裡也是蠻多小店的 一些Vintage 我應該差不多要回去了 我應該差不多要回去了 逛的店好像都差不多要關了 快關快關了 他們七點半八點左右就關了 早安大家 我現在準備check out了 現在是早上九點左右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全部呢都是昨天新買的 帽子是那個 Uber Research的 然後手套和包包是 我昨天最後去逛TODAYFUL買的 這個手套是這種 手指露出來的範圍比較少 跟我昨天在LAYBEANS買的不一樣 洋裝是在LOPE買的 超漂亮的 我那時候試穿給你們看 我還蠻推薦大家 如果冷的話 反而很推薦穿洋裝 因為像我裡面都有穿褲啊 然後我裡面還有搭配發熱衣 等一下再穿一個外套就可以了 哇今天依舊很冷 不過幸好目前是沒有下雪的狀態 然後因為現在是早上九點左右 早上呢通常沒有什麼東西 早上日本最適合去的地方 就是去神社 因為只有神社會這麼早看 所以我現在在想要去太宰府天滿宮 還是潔田神社 因為比較近的話是 潔田神社可能十分鐘就到了 可是又覺得時間還很早 要不要去一下太宰府天滿宮 但我這裡去到天滿宮要半小時左右 所以我等一下思考一下 等一下讓你們看看我下一張會去哪裡 掰掰 我剛剛查了一下決定去天滿宮好了 因為總共要花四十分鐘左右 應該還可以 因為我覺得蠻早出門的 因為我的飛機是下午四點多 所以我大概三點得回來這裡 天滿宮應該中午前可以結束 然後中午下午 我也有找我想要去的咖啡廳 還有想要逛的一些小店 因為那些小店其實現在也沒開 就是想逛的小店在藥院 我們剛剛的藥院那附近 就是加密集團 宣傳說廳 發的小店在路面上 外野 打開 本地 打開 打開 我到泰宅湖了 然後現在剛好在下雪耶 這邊有積雪的程度 可是你們看 現在又有太陽 因為有太陽的關係雖然下雪 可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冷 我覺得我來對了耶 好漂亮喔 因為下時間還蠻早的店都還沒有開 我先去泰宅府裡面看看 這間星巴克是這邊有名的 就是它的建築物非常漂亮 外觀建築 超多人在這裡拍照的 我聽說摸了這個牛呢 會有好運 這裡超漂亮的 各位這裡真的太爆霉了 而且你們看我現在臉上 有天然的凍傷感的彩虹 剛剛有請日本女生幫我拍照 好美喔 東京的北京 東京的目的是 妳很明顯 這裡有名的梅子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糯米 裡面包紅豆 給大家看這個餡料 我現在要離開這裡的 給大家看一下泰宅車站 算是非常幸運來到這裡 而且有出太陽 雪又不是下到大暴雪 就是飄雪的這種 偶爾下來就要大 然後積雪也非常漂亮 雖然好像他們太宅房在整修 所以進回去還是怎樣 反正我只有在外面走走而已 還是非常漂亮 我現在回到福岡市區了 然後我現在在藥院站 藥院站這附近有一些那種 很可愛的日系小雜貨 不是生活雜貨 我來到這家BB Bee Porter's 它是一個賣日系小雜貨的店 這裡的店都好可愛喔 我現在來到六本松 這裡有一個很有名的麵包店 外面有放排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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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完這家麵包 買完這家麵包了 然後這個屋很幸運 都完全沒人 它平常好像有很多 然後它隔壁走 沒兩鋪呢 就是後面這棟藍色的 可以在這邊內用 這裡面就是可以喝咖啡的 所以我想要在這裡吃 這家麵包店非常非常有名 這家麵包店非常非常有名 他們有名的還有明太子的法國麵包 再來是這個地方在六本松 這裡也感覺也是可以 小散步逛街的地方 我就在這附近晃晃 這邊有一個六本松 然後 它有鳥屋書店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選品店 然後它樓上是福岡市的科學館 這裡也可以稍微看看 因為現在剩一點點時間 我到福岡機場了 然後再來就自助報到行李托運 然後大概在一個多小時 就要飛回東京啦 這次的兩天一夜福岡快閃度旅結束 其實我覺得意外的 我目前有幾個小心得 就是因為福岡的觀光客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在去一些熱門的店 或是熱門的店的時候 很意外的都沒有什麼在排隊的狀況 可是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平日 可是我是禮拜四五去的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福岡逛的地方和美食 就是熱鬧的地方很集中 所以如果你是要玩福岡市區的話 其實安排個兩天三天就滿足夠的了 然後我看有些人來九州玩 就是還會去跑去更遠一點地方 所以如果你們是要來五六天的話 就可以安排福岡市區 可能兩天 或是兩天半到三天左右 就滿足夠玩的了 如果是要逛街的話 福岡的百貨公司也很集中 例如星光三月又或是帕路口 都在福岡天神站那邊 還有天神地下街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優點就是 福岡的機場離市中心超近 就是搭地鐵十分鐘十五分鐘就到了 然後去這個地方也非常近 所以就算你是最後一天待在福岡 也不會覺得好像一整天都是要趕飛機的感覺 就是這個通行距離很短很讚 這點我很喜歡 就可以很適合快山的一個旅行 因為像東京又大阪 其實他們機場都離市區還是有一點距離 所以可能還是會浪費掉一點時間在通勤上面 可是福岡這裡就完全不會 這點我覺得真的非常讚 因為出門旅行時間就是金錢 然後就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拜拜